中午放学后 两个孩子来到供销社 拿出碎片对比 售货员说这里只有铝茶壶 没有他们要的磁茶壶 也许线上会有卖至少四五十块钱 牛柳有些灰心 这么多钱他可拿不出来 只能找同学借钱 积少成多总会凑够的 回到学校 两人就分头行动 好兄弟找男生借钱 牛柳则跑去和女生借钱 好不容易凑齐了五十块钱 也顾不得上课 立刻坐上汽车跑到县城里 直奔最大的商场 终于见到了同样的茶壶 但茶壶要八十五块钱 还不贪卖 两个孩子眼巴巴的望着 主书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 出了商场 他们也舍不得坐车 选择徒步走回学校 第二天 牛柳在学校食堂打饭时 偶然发现 烧饭大爷的案板上 摆着一把茶壶 和自己想要的一模一样 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阿青 两人合力说服大爷 用手里的钱 新买了一把铝壶 换到了这把旧瓷 本来以为大功告成 谁知道在清洗的时候 牛柳却发现了问题 茶壶的把手断过 显然这样的壶 是不能还给麻省的 牛柳无奈极了 只能挨着冷眼 把此壶还给大爷 换回绿壶 又在供销社售货员的称怪中 退掉了绿壶